當我們今天 我們去設定那個標題 設定這個標題有沒有比較快速的方法 因為您看一下哦 通常我們 通常我們哦 在建立一份文件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學會把它設為標題一 你看在常用底下 他就告訴我說這是標題一 然後接下來這一列呢 應該是標題二好 一此類推 那這個是什麼這一定是內文 那如果我們今天從沒有 然後開始創造一份文件 當然我們是不是全部都先打好 變成內文字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 我們先 來去觀看一下這樣子一個 內容這樣子一個內容呢 能不能快速的把它定義為標題一 不是用滑鼠哦 因為你想一件事情哦 當我們今天 當我們今天在打字的時候嗎 例如說打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會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文字啊直接定義好 它是標題一 如果說我們今天用滑鼠這樣子來去抓 會不會覺得好像 效果效率上面哦 好像就降低了 你一下打字抓滑鼠 就使用完滑鼠 又再來打字 這樣子的效果 這樣子的效率其實不好 最好是一一切全部都是在打字的狀態下 就是當我們今天在打字的時候 我們就一路打字 那如何把內文變成標題一呢 如何把內文變成標題一文字 也就是直接把這個段落設為標題一啦 所以他一樣的快速鍵 一樣有這個快速鍵 Auto加Shift 然後再加 那個方向鍵往右的方向鍵 你看他就變成 標題 例如說現在是標題二 比如說 Auto加Shift再加往左的方向鍵呢 他就會快速變成標題一 那相對的我們就開始打字 例如說打到如何快速 你好簡報架構打到這邊 AutoShift再加一個往右的方向鍵 他是不是就變成標題二了 那當然在這個段落的時候呢 在這個段落打到最後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內容 內文字內容文字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再按快速鍵了 可是我這邊我想要告訴你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內文 然後搭配方向鍵 我是這樣寄的哦 我是這樣寄 因為內文變成標題一 因為最多最多是內文 內容文字段落 這個內文所指的就是內容文字 內容文字最多了 既然內容文字最多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是不是 接下來是不是把內容文字 就是往右變成什麼 標題一或往右變成標題二 好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內文變成標題 所以我們就是用什麼 往右 所以Auto加Shift 再加往右的方向鍵 他就會變成標題 我們再來試著做一下好了 舉例來說 這個地方 這個段落我們打完簡報文字 也可以成為眾人聚焦的技巧 我們就打字打到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抓滑鼠哦 我們直接Auto Shift加往右的方向鍵 您看一下哦 這邊他不管設成什麼 我們再來往左 是不是就千萬變成標題二了 再來 例如說我們現在來去看另外 呃 例如說我現在我開一個新的檔案 來去跟你們分享好了 開心檔案新增 空白文件 好 例如說 我 我是標題一 打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AutoShift加往右的方向鍵 然後再往左 因為他是標題一嘛 Enter 你看剛剛那個段落 是不是設成標題一了 再來 我是標題二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他預設是內文字哦 所有的段落一剛開始 都是設為內文字AutoShift 然後往右的方向鍵 他是不是就設定為標題二了 接下來你可能去打一些內文字 我是內文字 我是內文字 好 一直類推就一直打這樣子的文字 然後接下來 來我是標題二 然後打到這個地方AutoShift加往右的方向鍵 再往左 是不是就設定好變成什麼 標題二 標題二這個樣式了 所以我建議各位哦 當我們在 輸入文字的時候啊 這個小技巧請您要掌握一下哦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文章 分門別類 所謂分門別類就定義好各個標題 我相信對各位的一個幫助是非常大的 期待哦 期待您在未來使用的時候 掌握到這些 提升工作效率的小技巧 能夠更順利的去製作這些文件 然後讓您享受文件製作的一個好處 或者優點 然後讓我們一起把這些該做好的事情 該做好的文件把它做的更好一點 更符合正常正確方法的一個製作 好了 大概這就是我介紹的第五個小技巧 就是如何直接將文本文內容文字 提升為標題的小技巧 好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就今天的一個 我的軟體中工作效率 提升的一個小技巧 介紹呢 就暫時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請您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幫我訂閱 在影片的下方 記得按讚哦 還有幫我分享 讓更多更多的朋友 他在使用Word的時候 能夠輕鬆愉快 而且可以很順利的去把文件製作完畢